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 GS全站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期课呢 我们开始介绍微信公众账号的一些调试工具 那么这里面的第一个点就是公众账号的测试账号 那么这个是微信开放平台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调试工具 就是方便大家在真实的这个 就是可以不用申请真实的这个公众账号 就可以使用它这个账号来进行一些各种接口的调试 以及服务器的调试工作 那么今天这几课的内容呢 主要包含一下几个点 那么第一点是这个 我们会对上几课申请的ECS服务器开发环境做一些优化 比如说让我们的这个Bash,Git还有Vim更好用一些 那么接下来是申请这个 就是我们生成一个测试账号 然后这里面做一些配置 那么接下来是对我们之前开发的这个webserver 做一些这个优化 那么能够适应 就是为我们能够满足我们未来的需求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 就比较好的实践 就是我们这个webserver既会提供今天页 也又会提供这个交互的API 那么把它的路由重新规划一下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针对这个新的路由和我们这个测试账号的配置 那么我们测试一下这个交互的流程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首先 如何优化我们的这个ECS服务器的这个开发环境呢 那么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还是以SSS的方式登录到这个ECS服务器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Bash的这个提示符 那么跟我本机基本相同了 那么这个都是我在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ECS机器上 克隆了这个my.files 我的这个my.files这个仓库 那么这个仓库克隆下来之后 需要执行几条命令 git sub 就是我克隆到my.files下面 然后执行了git sub module update init 然后呢直接执行bash bowstrap执行这条命令 那么退出之后 然后再重新登录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中端的提示符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是相当于是优化我们的这个中端 那么这里面 你能看到的是中端 那么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wimrc 里面的信息 那么这个就是优化了我们这个wim的配置 那么还有呢 一些git config 那么git的配置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时间还比较长 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 今天这几个开始会使用这个git 来管理我们代码的版本 好 那么这个是优化的第一个点 那么第二个点呢 就是在上节课 我们直接是使用node 这条原生的命令来启动 我们的这个微信服务器 那么 实际上就是当我们改了代码 之后呢 是需要手动的把这个原来的服务器的进程杀掉 然后再重新启动 那么我们需要引入一个自动化的工具 叫pm2 那么这个pm2呢 其实在我们配置ECS云主机的时候已经全局安装上了 就这条命令已经执行过了 那么它是一个进程管理的工具 并且就是支持这种watch之类的特性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工具 就是大家在中端里面只要敲pm2的话 应该这条命令就能输出一些帮助 那么我们先pm2 就是刷掉所有的pm2进程 然后pm2start 然后bin3w 我们在上一刻实际起动是nodebin7-3w 那么这次起动的话 就pm2start bin3w3w 刚刚watch 那么为了方便调试呢 我们可以就是加上debug等于信号 那么这个是node node的一个debug的酷 支持的一种语法 就是在审讯运行的时候 在中端里面打印一些调试的信息 那么这样我们启动 好 启动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pm2list 那么看到我们的进程叫3w 它已经启动了 然后我们执行pm2logs 那么pm2logs呢 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里面对我们程序 所有的console log的输出 它都捕获到了 放在它的日志文件里 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运行环境的优化的环节 那么接下来回到这一个的 第一个重点主题 就是测试账号的配置 那么在 我们登陆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 那么打开这个开发下面的开发者工具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这有一个 就它这开发工具下面有好几项 那么我们会在 本门课程里面挨个介绍 那么这有一个公众账号 和公众平台测试账号 那么我们进入 那么 然后这里面就是说 无需公众账号快速申请接口测试好 那么直接体验和测试 公众平台所有的高级接口 那么这我点微信登录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在手机上打开这个微信 然后使用这个微信的扫一扫功能 扫描这个浏览器里面出现的二维码 然后确认登录 然后接下来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平台的测试号 已经这个申请完成了 那么 这有一个测试号的二维码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第二次扫码 那么这次扫码呢 就是把我们自己变成这个公众号的一个用户 那么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 跟这个测试公众号交互 我们再一次扫码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直接这个 就关注这个公众号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公众号置顶 放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顶部 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用户列表这已经出现了 我们自己 好 那么关于手机上的操作呢 就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课程的第三点 就是我们需要 重新规划一下我们这个web server的路由 我们来到这个终端里面 那么服务已经起起来了 那么可以看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 重新登录一下 到JS WeChat里面 然后Wim Roads Index 这个JS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就我们把这个文件的锁定调整一下 我们每次保存你可以看到这个pm2已经帮我们重启了这个服务 那么接下来我们 把这个地方重新规划一下 上面就还叫WeChat Hello 那么下面就叫API WeChat 然后呢 我们改完之后 需要 改一下 NX的Page 把API WeChat也转发到Localhost 3000上 然后速度NX直接ServiceNXWithDot 好 那么我们carr一下 127.0.0.0.1 127.0.0.0.1 然后API WeChat 那么 请求正常到达 是一个invalued request 那我们直接请求30303000 那么它们是一样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重新打开ROOTS INDEX 这个是我们的路由 我们的路由重新规划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基本Page里面 在这需要修改一下Page 我们需要把这改成API WeChat Token 还有这个密约都不变 那么提交成功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应该是多了一条请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说 这个公众平台的这个测试账号 就是测试的公众账号 那么这里面它有它的跟我们的这个 真实申请的这个公众号 非常非常的类似 就是有APPID有APPsecret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配着这个服务器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等价是这个地方 就比较等价的是这儿 那我们在这里面只需要配UIL和Token 那么我们配UIL的方式呢 还是说 我们把这个ECS云服务器的IP 然后加上这个微信API的这个路径粘过来 然后前面加上htt 网号双写杠 然后API WeChat 然后提交 那么可以看到配置成功了 那么这儿我们这儿又多了一条请求 好 那么这儿还有另外一个GS接口安全域名 那么对于这个测试账号呢 这个GS接口的安全域名是可以只配置一个IP的 那么对于真实的公众账号来说 你是 它是不允许你配置一个只配置一个IP 而是需要一个 经过ICP验证的一个 背过案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域名 好 那么我们把GS域名也配置好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公众就是测试账号也配置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这个继续打开手机 然后用手机来跟我们的这个测试账号交互一下 然后看看这个发送过去的数据 就是我们的server接收到的数据长什么样 我们继续在微信上打开这个订阅号里面的这个接口测试号 然后给他尝试给他发送一个消息 hello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web server 它其实是收到了一个post请求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post请求报了404 那么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接口上也能看到 这个服务器材返回的是该公众号暂时无法提供服务 那么请稍后再试 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这个web server的编写里面 对这个API WeChat 那么只提供了get的方式 那么还需要提供这个post的方式来访问 那我们 我们就把这个 接口 接口 就把这个中间键 那么把它提到一个 嗯 变量里面 MadeWare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在get的时候 能处理它 然后是post的手机也能处理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MadeWare 命名的根据体一下 Candle Candle 为Chat Request 好 现在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 那么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发一条消息 Hello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web server 它实际上又接受到请求 但是这个 这个微信提示的还是说在该公众号暂时无法提供服务 那么稍后再试 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 我们对这个 啊 它这个post发过来的这个数据呢 没有做正确的响应 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对web server做一下进一步的改进 好 那么这是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用 就是 刚才我在这个微信的app 然后给这个微信发了 就是给我的公众号发了一条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究竟是怎么发 发送过来的 那么在这个 测试账号的这个 这个配置信下面有一个消息接口使用指南 那么 打开这个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的这个消息 消息会话 这有一个接收普通消息 那么 这个里面呢 可以看到微信它 使用这个post请求发送过来的 就是说当普通微信用户向公众账号发送消息的时候 微信服务器将post消息的 XML数据 包在开发者填系的 应该是上报的这个开发者填系的UIL 那么这个XML数据呢 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在这个 我们的web server里面 直接解析这个XML 然后根据这个XML做出对应的响应 那么 Xpress本身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插件 那么对于这个 RequestBody里面的XML格式的数据呢 那么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解释出来 那么比如说是我们使用这个 XpressXMLBodyParser 我们需要安装这样一个包 那我们直接打开这个 呃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app的js 然后把这个文件的锁定重新调整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 把XMLBodyParser直接request进来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继续使用这个 我们把XMLBodyParser插进去 好 XMLBodyParser 绑到我们的服务里面 那么 那么有了XMLBodyParser之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在我们的这个root里面把这个信息打出来 那么比如说在这里面 那么比如说在这里面 if 就是如果是Post进去 Method 然后Post 然后Consult.log Post request request body 我们要把body和query都打出来 query 然后如果是get 我们就把get 打出这些是为了更方便的挑事 就是查看我们的网络情绪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 那么实际上呢 对于 啊 我们把上面两个代码放在这 实际上对于这个post请求 那么微信发过来的数据里面是没有这个extreme的 我们只有在这个post请求下面我们才会去教研extreme 那么就extreme为空的时候 然后 然后 好 在get请求才会交引这个extreme为空的情况 好 我们保存一下 那么 接下来呢 我直接在微信里面重新发一条消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hello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啊 我发过了这条消息 在这个我们这个pm2的这个日志 清晨日志里面已经打出来了 那么它是一个post请求 然后body下面是一个xml 那xml里面有这个什么to username from username 然后create time messagetype content messageid 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 还有它的query里面呢 带了signature timestamp nose 还有这个open id 好 那么这个 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 啊 微信 请求的一个响应体 那么 关于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 因为 啊 实际来说就是要处理这种解析这种 XML 然后 解析转换这个XML的格式 然后在响应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给这个微信 服务器响应这个XML格式的文件 那么这个处理的 这种细节的处理是比较繁琐的 那么在后面的 课程里面 我们会使用这个 一个库 就是 啊 express 一个 微信开发的一个中间键 那么这个会在后面章节上 那么这几课 关于这个 啊 我们这个公众平台测试账号 跟我们服务器的 交互流程的这个 啊 带领大家的组组呢 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课 再见